今天我就叫蔡老師 然後代表張拉萬千委員 先來這邊致意 然後在座很多像副署長 公司理管處 還有我們治療理長 還有我們的那個中海社區的 施永理事長 還有更重要的是 我們很多民間團體 像剛剛有看到阿松 三五董 還有就是我們社會企業 還有我們這些大度相富裕的志工們 大家早上大家好 因為我們跟蔡老師是從二零一九年開始 推動所謂的大度山的富裕 那我們二零二零就去年 就是大度山富裕的元年 所以在這個一年多 一年半 快兩年了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感受到大度山志工們的熱情 他們對山林的愛護 以及那個我們執行長蔡志豪 蔡老師 他對於這片臺灣這片山林的愛護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結合了公共家單位 像國防部 像交通部 尤其是我們掌管我們臺灣林業 最重要的林務局的鼎立的協助之下 我們終於有小小的一點點成果 但是未來的路還很長 需要各位 不管是結合民間企業 或者是我們的志工 以及我們在地的這些里長 一起共同來把這個大度山 真正的把他二十年後 是一個山 是一個原森林 最重要的 臺灣最重要的一個保存的一個地方的展現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